美国不要遮羞布了,竟想出个荒唐招数打南海牌。 比军舰来搞事还损。 由于冷战思维的作祟, 美国总是喜欢把宠上和平与发展的中国当作它未来的挑战者。 自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之后, 更是在他炮制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名文列为了长期战略对手, 进而常常主动挑起中美两国之间的较量。 在这些较量中, 美国比较惯用的一招就是打南海牌。 日前,有媒体爆料, 美国或将在这一老套的牌局中祭出一记新招数。 5月1日, 国内媒体报道称,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一位名叫萨姆坦格里迪的教授在美国海军学会学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建设自由岛的文章。 在文章里, 该教授提出以对抗中国为基本目标, 建议美国在南海建设一个可移动的海上基地——自由岛。 显而易见, 这其实无疑仍是一个旧瓶装新药的计划。 也就是说, 坦格里迪向美国提出的建议仍然是打住航行自由的旗号在南海搞事, 只是这次憋出了一个新招罢了。 至于美国在南海造岛的这个建议, 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美国的一系列病态心理。 一是鉴于中国在南海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对南海的掌控力越来越强, 在南海造岛的进程越来越快而表现出来的一种焦虑感。 二是美国从这种焦虑感而滋生了一种冒险心理, 三是因为美国对南海的偏执心理, 近几年以来, 美国一直奢望着重返亚太, 特朗普上台以后又大肆推行它的印太战略。 而如今眼瞅着印度也向中国在逐渐靠拢, 在这一战略就要破产之际, 美国将南海的地位就看得更加重要了。 总的来说,坦克里迪的这个造岛建议显然是想对中国施加压力。 如果真的听从建议而摆出造岛的架势, 美国肯定在幻想着中国在南海权益方面将对美国做出让步, 比如放缓甚至停止在美济礁、 主币礁以及永熟岛上造岛行动。 然而, 美国的这种小算盘应该真是打错了。 中国在南海拥有绝对的主权, 因此, 中国在南海所做的一切海洋活动都是正当的。 就从中国自己的造岛来说, 这首先是维护南海正当权益的必要之举。 目前, 中国通过造岛已基本在远离大陆的南海海域站稳了脚跟。 比如南海海底的石油、 肯燃冰等资源得到了保护, 对渔业活动、 远洋航行等活动提供了安全保障, 并且已杜绝了岛礁在背心占的事情。 相信美国若想再挑起南海争端, 也只会遭到南海出国的冷遇。 另外, 中国通过造岛已经打下了维护南海和平的基础。 比如在永蜀岛与美济岛已经建立了适合战机起降的机场, 在永兴岛已部署完成了反舰飞弹系统, 而且还为军舰建成了停泊补给基地。 因此, 中国在南海已根本不拒美国的挑战, 相信美国若敢来造岛, 也只会自讨美去。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美国的衰落都是不可阻挡的世界大事。 因此, 中国在南海的填海造岛不仅为自身的安全提供了战略保证, 也为世界各国和平利用南海做出了贡献, 而美国想要以造岛来对中国施压, 妄图在在南海挑起纷争的行径无异于躺毕当车。 优优独播剧场——ZB Agaril variants của faceddale Facebook Messenger Zoom Twilight sn join 複